2018年加州全保的登記已經結束 統計數據顯示 今年的投保人數比去年下降了2% 而加州全保的平均收費 2019年預計會大幅增加30% 加州全保表示 截至1月31日 約有150萬加州居民登記申請 相比2017年小幅下降了2% 加州全保是奧巴馬健保的加州版本 今年已是第5年開放申請 自從實行以來 保費連年上漲 2018年上漲了12.5% 最近4年來保費合計上漲了33.9% 而加州全保方面預計 2019年的保費還將大幅增加 漲幅高達30% 加州全保首席執行長Peter Lee表示 健保漲價的原因之一 是從今年開始 保險公司要支付保險稅 導致成本上漲 總統川普誓言推翻奧巴馬健保 並廢除了強制要求民眾購買保險的法律 目前加州大部分地區 僅有7家保險公司與加州全保合作 部分地區僅有2家 新唐記者林肖然綜合報導 民眾購買白發展地區 辯一頑 武士在很多兩岸 由對阿倫 遺瑪 那麽 未왔